精英女神,这是一个奖项,更是一个荣誉 历届获奖者都无疑不是最受欢迎的女演员 虽说行情量并没有多高 但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奖项都会引来无数的关注和讨论 各位候选人的粉丝也都为之疯狂投票 而这个奖项似乎也成为了女演员们业务能力的认可 今年的候选名单也随之出炉 但是有几位入围的女性却引来了大家的怀疑 空有名气却无拿得出手的作品 或是演技尴尬 名不配位,又或是巨红人不红 这些女性的上榜也意味着这次精英奖的竞争还是较为激烈的 也说明大家有多想获得这个头衔 Angela Baby首先受到质疑 因为精英奖除了人气和颜值外 最看重的还是作品 而即使是上一届遭到群嘲的迪丽叶巴 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棒身的 可Angela Baby的出名完全是凭借综艺节目 而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颜值和个人感情的炒作带来的人气 演技却是他一向的短板 出演的作品只成为了他演技差的证据 抠图瞪眼不敬业都是怎么也洗不白的 所以说如果是他获得了精英女神 那这个奖项将彻底失去说服力 吴景言曾是于政力捧的女主角 一部演喜攻略就让她成为了知名女演员 虽然说她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尴尬 但是还是独得于政的青睐 用好几部大女主的剧本也没有把她捧红 人气和颜值也就是马马虎虎的程度 这次的提名大概率也只是陪跑而已 还有一位江苏颖 她虽然说出道了很多年 但却一直没有到大红大纸的程度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还是在好先生里将来这个女二角色 这似乎对于她来说的确是正确的角色定位 烈夜红唇的千金大小姐 的确比青春学生更加适合她 然而之后她演的角色就再也脱离不了这个舒适圈了 即便是在大火的《三十而立》中 她饰演的王曼妮依旧是输给了顾佳这个人设 王曼妮也并没有演的有任何的出彩 就算是《三十而立》活到出圈 江苏颖也并没有因此而更上一层楼 反而是让另外两位主演吃到了红利 相比以上这几位 关小彤的提名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她从小就开始了拍戏之路 一路走来大家都有见证 也获得了《国民闺女》的称号 演技有所磨练 更是科班出身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但却因为很多事情非议不断 演技也忽上忽下 不过资力在手 也是有资格竞争的 谭松韵在此次提名中的呼声算是非常高的 因为一张娃娃脸 即使已经快三十岁的她出演高中生也毫不违和 长相是属于有观众员的 演的几部剧都非常抗打 甚至还凭借《以家人之名》这部剧一度拯救了湖南台的收视率 还有与任佳伦合作的锦衣之下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所以说如果她获得了精英奖 那也算是众望所归了 赵金麦作为后期之校也进入了这次的提名名单 虽说她的资历和年纪都比不上其他的前辈 但她算得上是新生代年轻女演员的佼佼者了 一步开端让大家见证了这个小姑娘的成长 成为了能扛收视率的大女主 还有刚播出的《少年派2》更是让她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相信即使她没有获得这次的奖项 也是前途无可限量 未来可期 杨子可以说是这次奖项最大可能的获得者 忽生最高不说 每年一部大爆剧的高产量已经是无人能敌了 上一届的落选已经有的粉丝运身驾到了 如果这次杨子迎言陪跑 那必将引来粉丝们极大的不满 而且杨子的条件已经是最佳候选人了 希望湖南台这次不要让小猴子驾失望了 明天аль换下来 然后再次把小猴子切成小孩祈祷 在小猴子里面